好 要看到今天是北京冬奧最后一天了 日本的华冰王子余生结弦也登场表演 更多的焦点重点赶紧把时间交给真容 好的 午安 全球现场我们持续带你来关心 今天就是北京冬奧的最后一天了 晚间八点钟要举行闭幕式 不过在下午有非常精彩一系列的表演赛 最受瞩目的就是他日本华冰王子余生结弦 下午也登场闭幕式的表演赛 优美舞姿让粉丝相当感动 余生结弦是身穿粉色的舞衣 而他精选了这一首是日本歌手松鼓仁游时的 来把春天一曲就在冰上优雅起舞 也获得粉丝的如蕾掌声 而表演的最后余生还亲吻冰面 让人相当动容 而其实这一届冬奧余生他原本是想要挑战三连霸 但却失利 未来动向备受关注 他日前在记者会上面说 没有要宣布退休 只说对未来没有太多的思考 但是会继续以与生结弦的这个名号 为他喜欢的粉丝继续来努力 今天我们关心的是俄乌情势 现在情势真的蛮紧张的 美国英国还有其他的很多北约的成员国 都聚集在慕尼黑这里参加 今年度最重要的安全会议 而白宫今天也重申说 俄罗斯随时都可能会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拜登明天也罕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 当然聚焦的就是俄乌情势 而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19号也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 他就痛批俄罗斯不认真的处理外交 并指出说俄国跟乌克兰最坏的情况 当然就是说战争了可能就在未来一周会发生 特拉斯表示这是欧洲自20世纪初以来 所经历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各国必须要拿出前所未有的团结 而他认为欧洲必须要做好最坏的状况来做准备 英国跟盟友必须要团结一致的支持乌克兰 而不是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出卖乌国 特拉斯也说如果俄罗斯最终会展开入侵行动的话 英国也会对他施加严厉的制裁 不过现在针对西方国家 每个人都在预测说有可能俄乌会开战 但是有没有问过当事人的看法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就正面开呛了 他人现在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头来参加 他表示说如果你们这些西方国家都这么肯定说 我们乌克兰会被俄罗斯入侵 那是不是应该赶快 现在就先出手来制裁俄罗斯 而不是在那边话虾 不是要等到说真的发生了攻击行为 之后再来实施 当然到时候为时已晚了 而他现在更抛出一个问题 只求对决西方国家 就直接问他们说 到底乌克兰能不能够加入北约跟欧盟呢 希望西方国家直接给个答案 现在恶务危机持续升高 而美国国内的经济 同样也是通膨危机 持续飙升 现在汽油价格造成恐慌 美国加州这边的汽油有多贵 你知道吗 出现每加轮逼近5美元 来到了4.72美元 一加轮创下史上最高的均价 而CN评论员也警告说 一旦俄乌战争爆发 或者说美国出手 对俄罗斯制裁的话 重伤的就是美国自家经济了 在关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最近很忙 他出席了一个活动 主持温室农场的动土仪式 但是他非常的想要展现 清明街地气的一面 可是有个东西却破功了 就是他的豪华座车 据说这座车的价值有465万 而是他的收藏之一 美国卫星照片也拍到说 他在海岸的别墅 也出现了一艘豪华的游艇 设有滑水道跟泳池 真的是相当的奢华 亲自主持温室农场的动土典礼 北海领导人金正恩 在密密麻麻的士兵和工人的欢呼声下 引爆炸药 现场尘土飞扬 场面浩大 这个温室农场占地100公顷 要确保东海岸地区蔬菜的工景 金正恩的出席强调他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决心 同时凸显关怀名声的形象 不过当他搭上坐车被黑压压的人群包围时 却让他当场破功 媒体报道他搭乘的黑色顶级豪华休旅车 可能是Lexus LX570 是他的豪车收藏之一 售价465万台币 而美国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 金正恩位于原山的海岸别墅前 竟然出现了一艘80公尺长的豪华游艇 设有蓝色的螺旋形滑水道 和奥运比赛规格的游泳池宛如水上乐园 相当奢华 而北韩又再度启动了宁边核设施吗 还没报道从近期卫星照片中分析 宁边核设施厂区的屋顶溶雪 加上排水管周围没有结冰 其他河川却已经冰冻的迹象来看 5兆瓦原子反应炉恐怕已经被悄悄启动 进入了提炼浓缩诱的阶段 Deal专家认为启动的目的只是管理和维持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启动